这个女孩有多惨 每天都以离奇的方式死去 竟被困在时间的循环里 今天是丽莎九岁生日 她下楼参加派对 居然受到双胞胎姐妹的嘲笑 丽莎觉得生不如死 突然一辆失控的汽车把她撞死 醒来时丽莎还以为是做噩梦 但楼下发生的一切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甚至知道对方下句话要说什么 难道自己能预知未来 她把豪斯拽到事故地点 丽莎不信什么因果报应 尼尔森把丽莎叫到外面 突然恐怖失误把两人撒死 在醒来时丽莎真的怕了 但此刻必须振作起来 丽莎小心翼翼地离开 尼尔森说他们都被困在时间的循环里 两人正准备击掌 尼尔森就掉进楼下的碎木机里 丽莎只好跟着跳 自此两人开始了漫长的死亡之旅 无论他们如何躲避 都逃不过死神的审判 就算每次都能死而复生 但这过程也太痛苦了 两人决定寻求科幻里老板的帮助 打破死亡循环的关键就是解开心血 找到尼尔森失踪的爸爸才是突破口 突然他爸的车子出现 这时恰巧过了午夜12点 他们终于活下来了 死亡循环被打破 一切又恢复正常 两人的身体开始逐渐消失 丽莎回到家 妈妈竟觉得非常想念她 无限循环让丽莎意识到 就算在普通的一天也要用心的过完 这些树有多恐怖 人类竟成为他们猎杀的目标 小黄在恐怖书屋里讲鬼故事 把妹妹吓得撒腿就跑 房间里 大黄和老婆在被窝里激情缠绵 珍爱的火热之时 却被两个女儿打断 大好的性质被破坏 气得大黄抄起斧头就朝树砍去 他刚准备休息一会儿 突然天空乌云密布 一道烧光闪电屁向大树 大树连根拔起 离开了院子 这时一只唇狗还在他脚下撒尿 被一脚踢飞 大树来到露天影院 屏幕里放着复仇者联盟格鲁特的画面 人类竟敢嘲笑他的同伴 大树怒起冲天 痛扁了现场的人群 他发现一座灵场 原来这是他族人的坟墓 大树把自己的神圣之力传递给同伴 顷刻间 灵场集结成一支军队 百年老树成为领袖 他们浩浩荡荡地向城市进军 所到之处 树木皆被赋予了行动力 人类摘树上的果实如同端他们手足 主持人把消息散播出去 下一秒 却惨遭毒手 大树推翻了人类的政权 这时大黄带着幸存者发起反击 一场人数大战一触即发 人类手里全是先进的武器 可大树们只是抓了些铜皮血 花粉直接让人们失去抵抗力 人类瞬间成为带宰的羔羊 大树们占领了白色宫殿 并把人类做成了圣诞树 这是一条知名视频 看过的人七天后就会离奇死亡 双方拍姐妹看后竟然伸手一触 豪斯说她看了八遍 转眼间就伸中八刀而死 小黄把视频拿给丽莎看 刚点开视频却又按了暂停 丽莎觉得应该找个人测试下 他们找到了爷爷 爷爷接过手机 先是看到一口井 然后是一个女人在梳头 接着女人从悬崖跳下 视频刚结束手机就响了 他们又想哭校长 可对方却没上当 这时清洁公表示知道此事 把两人带进小木屋 讲述了那段悲惨的故事 二年级的玛丽情人节收到礼物 可盒子中没有任何东西 她被全班嘲笑 接着逃到了井边跳了下去 她在井中待了七天 竟没人去看一眼 清洁公发现女孩的尸体 但不想破坏学校的名声 玛丽现在正潜伏在视频当中 清洁公试过报警 可警长被吓得躲在儿子的被窝里 丽莎生母心再次犯滥 想要拯救大家 豪斯劝她不要干傻事 但丽莎还是点开了视频 突然电话铃响起 还是那恐怖的声音 丽莎使用激将法 她向玛丽打招呼 可女孩却毫不理会 伸手就掐住丽莎的脖子 丽莎急忙摸出一本书 并表示想和她做朋友 玛丽被她的真诚打动 丽莎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来感化她 玛丽表示她吹得很好 但下次不许吹了 她觉得还不如在井里过得清静 注意看 人体内的世界有多神奇 白细胞能吞噬一切入侵者 胃酸会腐蚀任何有机生命 黄教授发明一颗包制百病的胶囊 小麦以为是玩具球 便偷偷爬了进去 胶囊需要借助缩小射线才能进入体内 吃上一粒就能一辈子不生病 这时黄妈听到小麦的奶嘴声 回头才发现她不见了 大家要赶在胃酸融化她之前将她救出 却只套到一坨烂肉 小麦距离被腐蚀只有30分钟 唯一的办法就是乘坐飞船 教授将它们缩小 再放进针管里 最后注射进老板体内 教授让大黄通过血管到达胃部 可他偏要走后门 从肠道直达胃部 他开始疯狂加速 突然飞船失控 竟然刺穿了肠道 直接扎进了心脏 教授表示飞船已被卡住 只能从外部拔下来 但要小心软病毒的攻击 只要碰到他就必死无疑 一家人下潜到血液里 只有黄妈的泳衣性感热烂 大黄表示就当做海边渡驾吧 大家拼命的推 没想到 大黄打断一个肋骨 这才把飞船撬了出来 一家人刚死里逃生 大黄就按下所有按钮已是庆祝 一时间飞船的老板体内 狂狂烂炸 他感觉自己快要裂胎了 就在江南即将融化之际 他们成功揪下小麦 但不幸的是 飞船已经超载 必须留下一个人 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颗软糖 大黄硬死也不做饿死鬼 家人顺利地逃了出来 与此同时 大黄吃的身体逐渐变大 最终竟撑开了老板的身体 这个男人有一对阴阳眼 竟能预知身边人的死亡 就连上帝都要尽他三分 大黄用保龄球打屋顶上的飞盘 却意外砸中邻居的脑袋 内德从死神那里侥幸活了下来 他正要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 突然瞳孔开始放大 竟看到医生的死亡画面 内德刚回过神 医生就要开窗透气 碰巧大黄让他勾一下飞盘 没想到医生真的失足坠楼 临死前他给自己注射了麻药 万幸死的并不痛苦 内德认为这一切纯属巧合 他又看到一个工人倒掉在电线上 内德成功接住了工人 不料医疗眼再次发作 他慌张地松开双手 工人惨死在鳄鱼口中 内德把他的灵异能力告诉大黄 没想到他就好奇自己是怎么死的 无奈的内德帮他看了一下 大黄就会死在自己的枪下 内德没有告诉他真相 撒谎他会吃三明治撑死 内德决定搬家远离大黄 丽莎见状想知道原因 内德说出他的爸爸将死在自己枪下 碰巧大黄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鬼才信内德会开枪射自己 他向警长接来一把手枪 扔给了内德 内德把枪扔进除扫机里 看到被绞碎的枪 这才松了一口气 内德认为终于可以逆天改命 高兴地抱住大黄 没想到眼前再次闪回 他看到大黄启动了核反应堆 炸毁了整个城市 显然杀死大黄才是明智之举 内德请求他不要去核电站 但今天有同事过生日 他必须要去吃奶油蛋糕 内德急忙追了过去 大黄在总控室吃蛋糕 他爱求大黄不要按那个按钮 由于电流应的干扰 大黄却听成要按按钮 情急之下 内德掏出警卫的手枪 朝着大黄身体连开竖枪 这也印证了第一次预言 本以为终于逃过一劫 没想到大黄用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启动了滋毁程序 他们死后来到天堂 黄妈指责大黄的鲁莽行为 上帝亲自迎接他们的到来 并感谢大黄所做的一切